今天有我加上牛背 两个前期比较强的英雄 那么前期逆风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刚刚草里面有人 我猜是面打赢在那里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男buff还是没有人打的 可以直接去 哎呀有点奇怪 那这男buff有人在打 那刚刚在草里面的那个人是谁 活见鬼的呀 但是这种事情也没关系 因为四集之前的又 哎 这不写传吗 一送一啊 我个人建议啊 对面有男女王的时候 最好不要开去用陈建 这个奶茶给我喝 肯定是有大用的 我得进红buff 虽然现在的我陈建还没好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对面打野车一级 我马上就要三级了 怎么这么多人 这野区在打麻将吗 哎再加个陈建 好 那在一技能收下红buff 走 不对走什么走呀 我为什么要走 接着我就可以把野区其他的东西全给吃了 不给对面打野留任何一点东西 这是小猪也不例外 小牛也不例外 接着这少路 来都来了的话 这老夫子肯定是可以抓一次的 哎 不着急 等他二技能过再放大 好 让你一个大招 你也打不过我们两个 嗯 接着男buff刚好刷新啊 但是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的话 呃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男buff偷了 没有偷到也不要紧的 咱们可以直接来红buff这里 因为要知道对面那个打野是没有 哦呦 不行 这个红buff已经是不能拿了的 对面防备性太重了 把三十小猪拿了就行了 人一定要学会制作 明白吧 操影再小也是肉 蚊子再小也是海鲜 如果现在对面把野区看得这么重的话 我已经没有必要针对那个打野了 因为本身一打一 我就好像打不过他 其次他们队友还这么有防备 那么这个情况完完全全 没有必要理会对面的打野了 可以开始针对对面的射手 打野在这里啊 打他画个圈圈诅咒我呀 我不撩你 撩都不撩你 那你现在看出我们家前期 这个阵容的强动了吧 一个真鸡加一个牛背 再加一个我 对面野区压根就别想要 但是我还是说了 得针对射手 把加罗给找出来 让我想一下他要去干嘛 他进化兵线的话 他可能要来装落 对 这里 来了 这把对面怕是没得打了 除非他们能打到15分钟以后 两只小猪100块 我都100块 对面打野少100块 相对于我们之间 差距就是200块 接着来到两波兵线这里 不行 因为我有优感 对面射手可能会来 你要知道不止射手 任何男人 他都抵挡不住 两波兵线的诱惑 不过他还不出来的话 他有可能再打这两只小猪 两波兵线三四百块钱 你不要你打这两只猪 瞧你那点出息 抓完射手 再安安心心的吃线 吃完兵线射手 差不多又要复活了 他们打野再下路的话 这射手应该不会去下路了 他可能会来中 又猜对了 你再过来一点点 过来一点点 再过来 你再过来一点 鸡上 这前面三只小猪又刷新了 又是我的 吃了再走 然后上路这里 还有个老夫子在这里 不急 等他二技能完了 然后再一个一 拜拜 接着让我猜一下 这面射手复活了 要去哪里 下路的话 他们家下路有打野 中路的话 中路有法师 那么他等一下可能会来上 不着急 隐身 他看不着我 他等下清华兵线要回来 这小子还不知道 我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嗯 走 拜拜了 不要打了 红buff也是我的 来看一下 这个射手想去哪 他肯定是要来下路 清这波兵线 看我们法师这个样子 他已经在前面蹲了 我得断他的后路 知道吧 不管谁把射手打死 都没有关系 只要让他跑不掉就行 哎哎哎 哎呦 我竟然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不行 不难忍 我一万一 肯定不亏 哎不对 好像有点亏了呀 哇塞 这小子一个人头 拿了我五百五十块钱 只要一复活 就来找射手的位置 这射手没有闪现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呀 大哥别推我 别拉我 我是真的服了 这么打 不是个办法 得先抓一个才行 就这个代谢的老夫子 看一下我们家牛背哥 打不打得过 哎呦 好像啊 哇塞 你还在那里回程 你做什么呢 嘿嘿 好小子 你在哪里学这么坏的 你告诉我啊 哎呦 我也会的 哎呦 我那三个队友 还是比较厉害的 他们三个打四个 就要换了两个 不过最后这个射手 从0-9打到4-10 也还不错